温情姐妹会连续多年任养花莲市的路灯 今年同样号召姐妹们慷慨解囊 任养了花莲市53盏路灯 市长卫家宴特别颁证感谢状 也十分感谢市民朋友热心支持 共同点亮花莲市 温情姐妹会多位姐妹们 由县府前秘书长龙文青陪同 来到花莲市公所拜会市长卫家宴 也捐款5万3千元 任养花莲市53盏路灯 见证路灯的这个军会非常有意义 像在庙点那个光明灯一样 更有意义 那我们这个温情姐妹会呢 不是什么社团 它只是一个 一个志同道合的几个姐妹 组成这个会 然后哪里有需要的话 我们出一点钱去跟他们 去救助他们 今天呢 因为有建议这个市公所 那个卫市长是新任 然后也非常认真 我们非常认同 也来这个监证 这个电灯的 这个点灯的这个经费 这个钱不多啦 抛砖引益啦 希望大家都来 一起来共襄盛起 市长卫家宴班正感谢状 感谢市民朋友热心支持 共同点亮花莲市 今天要特别谢谢温情姐妹会后 那在这边捐助了53盏的一个路灯的一个经费后 那大家也都知道后 可以用一些小的金额的部分后能够照亮花莲市后 那在这边这个精神真的非常难忍可贵 那今天也要特别感谢一位是我们前秘书长中文青 特别的引荐后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市民一起来为花莲市照亮每一个角落 花莲市112年路灯热氧活动已经开始 一盏灯一年1000块钱 陆续有许多社团企业和善心人士热情响应 市长温家宴表示 热氧路灯可以减轻市工所财政负担 也能够把节省下来的经费 用在更迫切需要的建设 眷履会花莲市报道